碧姬公主表演時刻是任天堂在3月份推出的遊戲 來發售紙巾已經3個月了 本身我對碧姬公主也沒有太大的好感 也不是小朋友 對公主和換衣遊戲也沒有太幻想 所以一開始看完Nintendo Direct之後也沒有打算入手 但正正因為我們作為香港人的心態就是 每個人都說服你就會想去試她幾服 所以我就買了來試服了 然後這隻400多元的遊戲 我8個小時後就爆了機了 我可以告訴你 這遊戲雖然合格、有餘 10分裡面也有7分左右 但這遊戲對我來說就不是一隻必玩的遊戲 可惜和失望的位置也太多 主線8個小時左右的遊戲 在2024年去看這樣的畫質 但它跟Selda這些第一方的大作一樣的定價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減價的時候 買Pitch公主來給小朋友玩 或者自己收藏去用 大家看著我在手發日以高價入手的份上 請大家給個like、share和subscribe給我 讓我為大家繼續試新遊戲吧 好了,回來正題 說這麼久究竟這遊戲服在哪裡、失敗在哪裡呢? 首先我總結一下 這遊戲對我來說比起失敗更像是恨鐵不成鋼 令人可惜的位置完全在於兩頭不到岸 可以看得出任天堂 她是很有野心、很想碰紅編輯Pitch 但在這遊戲中 可以看到Pitch公主的性格不夠具體 劇情亦可有可無 遊戲的定位和受眾都不是很清晰 感覺好像很貪心 什麼都想要,但什麼都差一點 首先說一下角色性格的部分 在Mario大電影中 你可以看到Pitch除了作為一個經常被人綁架的公主之外 你還可以看到她的心平 性格很勇敢、聰明 也有自由謀 在物理上也很打得 被人綁架,她是真是自願的 而且Pitch有很多擁護她和愛護她的姑仔 整個電影保養了很多關於Pitch的角色設定 性格和有關的背景 你可以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Pitch 但在Pitch Showtime 中,她的人設又變回不太立體了 這個遊戲的故事線建立在 公主終於不用被人綁架了 她也可以作為拯救人的角色 Pitch扮演的每一個角色或每一套衣服 其實都代表著公主的其中一種優點 例如,偵探很聰明 寶術大師好打得 忍者的身手問節等等 但這些,我會形容是一個角色的能力值 而不是一個角色的性格 在這個遊戲中,你是看不到任何關於Pitch公主這個人的描寫 甚至是側面的描寫 因為連奇諾比奧,即是那隻姑,都沒什麼氣氛 我簡單來說 就是將Pitch公主換成任何一個公主 甚至不是公主的角色換回Mario 這個故事依然是成立的 作為Pitch公主系列 但Pitch公主本身不重要 故事也不是圍繞著她來寫 也不是非她不可 也沒有保養任何有關Pitch的設定 在這個遊戲中,你除了看到Pitch很聰明 很打得、很聰明 然後就沒有其他描寫 如果任天堂是想用這個遊戲推Pitch公主 令Pitch公主的地位在角色中提升 我就會覺得這個遊戲是雷星大雨點小 對整件事的幫助不太大 可能作為任天堂同好的你 聽到我這樣說這遊戲 你可能會說 蛤?這也是遊戲而已 你怎樣可以把電影的人物描寫 和遊戲的人物描寫力比較呢? 但你們有沒有看過Mario系列的其他角色的獨立遊戲series呢? 你看看Luigi Mansion Captain Toe,甚至是經常被Mario虐待的Yoshi 因為那個技能就只有Yoshi有 這個系列整個都是為她量身訂做的 然後你看Pincess Peach 你就會明白我剛才說的 行鐵不成光究竟是什麼意思了 然後這遊戲又有另一個很不解的地方 就是她的故事劇情和Boss 明明這遊戲就是這個大Boss 抓了所有劇場的主角 然後Pitch就代替這麼多劇場的主角去做主演 然後抓了這麼多劇場主演的一個故事 那理應這麼多劇場就有這麼多套衣 然後主線應該貫穿所有的劇場 有不同的獨立mini story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個故事 但是所有的劇場故事都是超級平淡 主線也超級平淡 整件事都沒什麼深度可言 所有的劇場裡面你只會 WOW!Pitch公主的衣服真的很漂亮 它的造型很棒 而且還有新的招數很有新鮮感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很普通打敗壞人的故事 迷你劇場可以有不同背景的這個設定 就這樣就浪費了 我覺得是有少少可惜的 然後說回Boss 她的描寫又是超級奇怪 你連Boss為什麼要破壞劇場你都不知道 打完大Boss之後你以為會有解釋吧 怎知Boss一句遺言都沒有就死了 感覺就超級超級可惜 其實如果任天堂要推Pitch 要Pitch系列更加長久 是不是應該圍繞Pitch的人物性格和背景故事去寫個故事呢 就好像Mario和Boss一樣 有一種宿命感和使命感在這裡呢 或者圍繞Pitch作為一個公主要處理她的王國問題 或者Pitch應該要有她自己的專屬Boss 或者自己去面對Boss 作為公主要處理王族的責任或者問題等等等等去寫 是不是任天堂對於Pitch的野心 只限於大電影之後出一集去嘗試推Pitch 然後不打算幫她出軸了 然後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這遊戲的所有Boss 和大小Boss好像全部都是Mario 3D Worlds 和Mario其他系列出現過的樣子 打法也超級相似 簡直就好像大閘虎一樣 雖然你可以說 因為Mario本身就是幫公主打敵人 敵人是一樣又有什麼問題呢 但我的角度就在於作為玩家 我很喜歡任天堂的創業 和它的第一方遊戲 因為它的遊戲誰都會令人覺得眼前一亮 有種WOW的感覺 但這個遊戲除了公主的造型很出彩 其他東西都是一般的情況之下 這個微不足道的問題就會放大了 最後再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遊戲 兩頭五道岸呢 因為你是完全想不到 它究竟目標準在什麼手中 我有些位置來說對於小朋友又太過難 但對於青少年來說又太過容易 在某幾件公主的造型 例如是劍士、忍者和武術達師的造型 是比較需要動作類遊戲的技巧 而且在遊戲上的操作 只有有跳和攻擊這兩個小孩 然後就沒什麼進階教學的指示 但在這些動作類的造型中 你會發現你很多時候是需要塑技的 即使我作為一個經常打遊戲的人 我也很難得到她的Boss究竟是要怎麼打 要怎麼接銷 這些東西全憑自己去摸索 就好像你怎麼知道原來打那個位打那個Boss 你需要自己塑的色龍拳出來去打 同樣這個問題還有人魚公主造型的Pitch 第一次要玩或者玩完這遊戲 你都不太明白其實它是要按什麼按鈕 如果你說這遊戲的操作難易度是給小朋友的話 我就會覺得它是不合理的 但如果你去看甜品師和偵探的劇場 那個難易度又會立即降到很低 就像偵探那樣 它的解謎的難易度 真是給小學生玩的那一隻 甜品師就偏像Mario Party的小遊戲那樣 整體加起來就好像變成遊戲的定位很奇怪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我再綜合說一下 這遊戲公道地說句 要什麼有什麼 剛才說難易度的問題 其實你也可以說它是有鬆有恥 都可以接受幾好 Pitch的造型其實也夠多 任天堂盡量在每一個造型都給到一些新玩法 其實這東西是值得一讚的 然後要解謎的元素它也有 音樂都做得很好 會令你開開心心地玩的小遊戲元素也有 星球大戰、騎馬、超級英雄什麼都有 遊戲玩家喜歡的收集元素也有 換裝系統雖然與想像中不太一樣 但也勉強叫做有 所以整體來說這遊戲其實是不差的 所以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一開始說 它這遊戲其實會有7分 但如果你是任天堂的忠實粉絲 你就真的會在這遊戲中看到很多不同的遊戲的一個影子 作為主線遊戲時數大概是10小時以內的遊戲 這個定價又好像太過進取 然後作為Pitch的系列故事構成也都未如人意 總結來說真是恨鐵不成鋼 以及因為元素太過多 令到這遊戲好像什麼都有些 但好像什麼都不夠後 如果這遊戲可以多幾關的話 可能會更加開心更加好 好了今天的遊戲評就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這遊戲的Walkthrough的話 歡迎去到我的直播寶檔 我們這個頻道都經常會在手發遊戲去玩新的遊戲 如果有興趣和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SHARE和SUBSCRIBE 也歡迎留言去討論 到時是留個EMOJI給我都可以的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